苹果今天突然发布了iOS 8.2的BetaE更新 久违的Apple Intelligence 它来了 视频开始前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 目前它只支持英文 另外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 港版iPhone 它也是支持ChatGPT 是的 比如我这个就是港版 OK 早期港版的不确定性 今天终于揭晓了 首先是我们会发现桌面多了一个全新的App Playground 这个是Apple Intelligence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片处理应用 当我们第一次启动它的时候 这里会有提示 上面写着有图片的创建 内容包括Image Playground生成表情符号和图像 它提示我们需要等待 后台下载好了以后会有提醒 不过很悲催的是 截止到我的这个视频文稿完成时 也有一早上的时间了 它仍然没有下载完成 这里我只能先借用一下国外一位著名的YouTuber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可以选择自己的照片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元素 比如万圣节啊 或者是戴个眼镜 再来一点沙漠的一个背景 Image Playground会开始制作 稍等一下就有了一张非常有趣的卡通风格图像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戴眼镜呢 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修改 当然后期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编辑它 包括不需要Animation这个动画的风格 换个Annustration插画的样式 就像漫画里的角色一样 当然Image Playground也可以不需要我们发图片给它 只要给它一些描述 它自己也能够生成图片 这里也包括了Emoji的制作啊 几个简单的描述 即可生成你要的效果Amazing 非常好 接下来就是前面我说的GPT了 它在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Apple Intelligence和Siri 好 进入以后就是ChatGPT了 这里的GPT账号 你可以选择是否登录 它的区别在于登录以后 可以跟踪你的记录和请求 登录与否呢 是不影响ChatGPT这个功能的启用的 这里呢 我选择登录 好的 来看看到底怎么用啊 首先我们来到备忘录 这个下面呢 多了一个Compost 就是撰写的一个功能 比如我想要一个邀请 内容呢 关于我儿子马上10岁 有一个生日宴 要求呢 是语句要有趣 但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写 这里我只需要告诉ChatGPT 即可生成一个按照我自己的要求写的一个邀请函 而且它还给了你一些建议 好 带来看看Siri How to make X Siri它不回答 提示我们用ChatGPT 顶部这里有个working的标识 显示正在工作 稍微等一会儿就有答案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很麻烦 我们在Siri里面把这个取消 不需要我们再确定是否有ChatGPT 直接调用 好 我们再来试试 这样就很好了 另外控制中心这里也新增了一个Siri小空间 直接在这里搜索Siri就可以找到它 如果你不喜欢对着空气说话 觉得这样很傻的话呢 可以用文字与Siri沟通 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双击底部调用Siri 前面说到ImagePlayground功能 还包括有另外一个 它就在备忘录里面 这里新增了一个工具 ImageWound一个图像魔杖 这里还是借用那位YouTube的内容 给大家看看 没办法 我那个ImagePlayground还没有下载好 用手指画个圈圈 它会根据上面笔记的内容中 提到的几个主题 绘制一张图片出来 非常的nice 或者自己来画一个草图 也可以 好像就是有魔法一样 手指画个圈 再加一点其他的描述就好了 非常好 接下来呢 iOS8.2中也对邮件App做了一个更新升级 可以说是重新去设计了 它自动的把邮件 根据不同的内容做了一个分类 在上面这里可以快速的去筛选 我早前用过一款叫Spark的一个邮件客户端 就是有这个功能 也能通过右边的一个选项切换不同的列表式图 如果不喜欢分类别的话呢 可以切换到传统模式显示 好了 你还记得我们在发布会看到的相机控制按钮 我识别内容这个功能也来了 按一下启动相机 比如我这里有个小东西 点击右边的图像识别 它会使用Google来搜索 看到它正确识别出了我的这个卡 也可以通过左边的这个ChatGPT来识别它 用文字来描述它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张金士顿的MicroSD卡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拍 选择图片收索或者是ChatGPT 另外在设置中进入到Apps 顶部有个默认App选择 如果你安装了一些第三份的App 这里可以选择它作为默认 最后18.2中也给我们带来的音量控制限制 在设置里面进入到声音 下面多了一个音量限制 可以允许我们设置外部扬声器的一个最大音量控制 如果你不希望有时候突然一个大声会吓到别人的话 可以适当降低一点 iOS 18.2中的更新主要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之前的港版iPhone能不能用内置的ChatGPT的问题 今天终于也有了最终的结果 如果你还在犹豫到底怎么选呢 今天的内容应该让你有了答案 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